第一笔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旗鼓帳 我是黃培塑 大盤今天幅度很小 這邊震盪 那因為從9319 談到這個地方 這邊昨天最高9919 已經談了600點了 當然投資人會擔心 談了600點以後 會不會拉回來 或是再撤低一點 或是說如果我要往上走 有沒有機會先拉回來再走 那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地方 其實一個觀察重點 就是最後推動的那一段出來 大家有能談 那個細文沒懂 其實現階段的觀察那一段 能不能持續走 能不能持續走是重點 這齊全的部分 那個股的部分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選股 選股的問題 因為美股的部分 雖然說它也是反彈了3000點 那昨天有跟你談到 等一下再談到美股的部分 先看台股的部分 這個結構 我說這一段 擊殺完以後就都黏住了 黏很久了 從去年10月底 黏到現在 黏了三個月 那黏了這個結構 我說這邊大概這個時間 比如說這邊這個整理 大概一個A波這邊三段 那這個時間 大概跟這個也差不多 也很有機會說B波結束 當然現在觀察是不是有機會這個西坡上來 西坡上來 如果沒有它持續整理 它又在附近那邊混來混去 那又是還是在大B波的結構裡面 那我一直想要說你過年前要有這個大紅包 一定是應該要能夠走西坡上來 才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波段行情 會比較大的大紅包 如果沒有它持續在B波裡面混的話 那會比較難搞 因為你現在如果說假設了 持續在B波裡面混 你這邊三段下來一個B字A 你又一個B字B 現在又談得差不多了 你等一下又慢慢在那邊混 走一個B字B 那是更複雜更麻煩 指數的部分就不會有空間 當然個股表現這差異很大 那個另外一回事 指數的部分 齊全的部分 可能就只有區間在那邊震盪操作 那有沒有機會有這個西坡 我說它細微的脈動 現在從9305歲上來到 昨天高點9919 大盤也是9919 期貨也是最高9919 好 9305上來到最高是9919 那我們主要是看現在這一段 你這一段出去 這一段也許它是一個脈動結束 不管 你這一段出去 這段出去 出去如果說能夠持續推它 我說昨天跟你談 他還是有機會拉回來 可是拉回來可能在哪個地方 他今天就真的拉回到這一區 這一段 從9721到9919這一段 好 我把它印15分鐘線 9721到9919這一段 昨天跟你談嘛 他走五小段 你要追 不用追 他還是會拉回來 他今天有拉回來9822 這個9822有進來這裡面 刺激四浪區 這邊是9807 9846 當然如果說這邊一個 這個脈動它是一組 有機會是另外一個脈動的 一個推升的一個 小出升段的話 那它可能伴隨來 2也許拉回來稍微深一點點 稍微深一點點 拉回到刺激四浪區 這個地方剛好0.618 今天來到9822還不到 差一點點 那目前拉回來9919 下來9822 這邊是三段目前 123 如果說123是小左五段 那就大概就在這附近 那當然在這附近 他會先談 第一次先會先談 談了以後看 是不是推動或是往下 那個才是決定 那個才是決定 短線方向的一個關鍵 目前啊 現在拉回來三段 今天最近到9822 當然今天就沒什麼好做 今天都在那邊混了嘛 那明天就有機會了 所以明天就有機會 你下來 來 這個地方可以找買點對不對 或是說他三段 他在一個三段 如果說這邊看他結束 三段 三段 再一個下來就五段 所以你這個地方 其實在操作的過程 應該還是怎麼樣 不要 不能勉強 點位你要選好 譬如說我現在 好 假設我要看空 這個地方 老實他這一段推出去 他這一段雖然是另外一段推動 可是整個結構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他可能1加3 那這一段或是說他結束他一個假突破 而拉回來 這個地方你要看他空的話 好 你看他9919假突破 可以 你停損其實很短 如果說他還有測第二次高點的話 停損就很短了 那這個有一個優勢就是說 美股的部分 他現在電子盤是在跌 你現在看節目的話 現在是兩點的live的節目 電子盤目前是比較跌 比較稍微重一點點 因為上禮拜也是大漲了 那昨天就跟你談到 我說其實美股的部分 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 美股我們現在看美股的部分 美股的部分 美股的部分這個地方 昨天 昨天跟你談到 我說他2172到24750 3000點 他這邊是一個大中小 如果說他12345結束 大概就從這邊差不多了 他就開始要拉回了 要拉回 那我說他這個拉回 這個大中小往可能結束B波 A波 你這個B波拉回 他不是一個往下推動的型態 所以其實還好 針對台股的影響 你說往下的影響都是短線的 往下影響是短線的 那其實他這個 他這種結構 如果這一段 因為他這個斜率 其實他很有機會是統一組 那統一組的話 當然也是會拉回 拉回要持續走 所以美股 美股比較短中線的部分 其實針對台股的影響 比較有機會往上影響 往下影響都比較短線的 往下影響是比較短線的 他可能說這五段走完 一個大A波結束 那個密波就混來混去 混來混去 都還好 他比較沒有崩跌性的危險 而且整個長線的結構 道瓊的部分 這個26951他結束 是一個建高點 他這樣已經下來 他這裡拉回去都重疊 所以他這個整體 譬如說這整體一個大A 他可能在大B裡面 這邊混來混去 大區 很大區間震盪 當然這個大區間震盪 目前的趨勢在往上走 改天走完 他趨勢在往下走 他比較沒有崩跌的風險 這個第一個你先確定 所以針對台股影響 接下來 因為他如果陷入一個區間震盪 比較沒有單邊的推動的話 其實針對台股 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好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台股的部分 我說你如果你這個地方 好 其實你 近期我看 他如果說能夠走那個西坡 就黏黏黏黏上去 當然是找買點 找買點 那你要短空 短線操作可不可以 今天點位不好 今天沒什麼好點位 我說這五段的話 你如果看他一個假突破 你要放他往下 你就很簡單 你這邊一二三四五段 他就拉回來對不對 他能夠往上先走 你賭到破不了 或是賭到不會有效突破 那做一個這個 可能如果三段 三段做一個小五段下來 對 那如果這邊一二三四 第五段先下來 這個地方也許先找買點 他先第一個強反彈 第二個這一段 你譬如說看他一個推動 你如果這個推動的話 其實那個 其實這兩個操作 說實在真的停損都很好抓 你不要貿然進場的話 停損都很好抓 而且都可以以小勃大 都可以以小勃大 因為你現在 譬如說今天的價位 都卡在中間 你去操作的話 停損就變大 看錯的話停損就變大 那空間也不大 那你等 你要等 我說不勉強現階段 不要勉強那個操作 因為你要等一個 比較好的價位 這個推動上去了 好 那我拉回來 次一次上去 今天其實有進來 可是他的結構不能來三段 那如果能夠再等下 沒有沒有 老師沒有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如果他沒有下來 又直接又拉上去怎麼辦 是常常忙點就來這個地方 不是一直規劃等等 結果他就來 當然就執行了 老師沒有來 又直接往上走 那怎麼辦 那你判斷他是微波反彈 或是一個推動出去 你就要做決策 可不可以就要做決策 決策難 難在這個地方 不是說我今天規劃好 1 2 3 4 5 好 5 我就接嘛 那很簡單 1 2 3 我沒有了 沒有了 開始就往上一直攻了 難就拿來這個地方 你要隨時應變 要隨時應變 那結構大概就這樣很清晰 這個其實也不願意跟你分享 那我昨天就跟你談 大概這五個脈動 很清晰 你要追 你要做多也不用急 你可以等它拉回 那今天就有回來 那今天就有回來在這一區 這一區當然 如果1 2 3 4 5 當然還有機會 當然如果有三段都有可能 那個很細微的脈動 就要判 你自己要有那個盤感 要去判斷 那沒有的話 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都會跟上腳步來 目前的架構大概是長這樣子 大概是長這樣沒有問題 那這個結構我說 當然去規劃說 怎麼樣走它會有一個大波段 那如果走出這樣來 你要怎麼去應對進退 怎麼操作 這才是重點 差不多這才是重點 認同裡面的 有興趣的話 你跟上我們腳步 這齊全的部分 齊全的部分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我說現階段的個股 其實你要精選 那持股不要多 差不多持股不要多 我說我們沒有那些像人 都脈動那些一些 沒有 就是簡單清楚明瞭 沒有什麼投機取巧 這正常的會員三種 這就是三檔 三檔 三檔 各一集會員就是三檔 所以你資金好運用 就是準備三 就是把資金分成三等份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 這個雙股會員 有些股票不要太多 他只要兩檔 那有的股票更要更少 我就是要一檔 那是當股會員 就全部都一檔 所有會員都同一檔 雙股會員就所有會員 都全部都不會 你只要是這一集會員的 股票通通一樣 通通一樣 這個就很簡單 很單純 這有興趣的 你翹我現場助理 好 美律2439美律 這跟你談了很久了 其實投資你三段時間 我都在跟你談這些股票 我們跟你談的都是 現在的進行式 那當然我有準備一些 其他股票 我節目其實沒有先談 因為我還要等它的買點 我就不講 這總是你要讓我們會員 我還沒帶它買嘛 我節目怎麼可以講呢 不行 有在追蹤 那這些其實他今天都有拉回 還滿好的 再等個低點 再等個低點 其實我不會去貿然去買股票 這些股票都是我追蹤在追蹤 整個架構都清晰 我待會員買 那買當然期待說 不要去追高 不用去追高 買好一點的價位 我說價位真的不要勉強 譬如說我準備了五六檔 可是我只要買三檔 各機會我只要買三檔 有的買了一檔 我只剩買兩檔就好了 萬一這股票跑掉了 他沒有等到我要的價位 就開始走了 那就算了 因為我要其他標的 還有其他標的 不用急 或是說他只拉一點點 就趕快追上去 那也OK 那也OK 2439的美率 我說這個有機會 這個1.25段 255跌到118 那這個1.25要破底 我說破底我觀察很久 他表示他應該不是推動下 他是一個V波 假跌破 假跌破就有機會吸穿頭 所以我現在是做這個吸波 2439的美率 1.25我說買完以後每天漲 只有今天跌 買完127左右的每天漲 我是每天漲一點 隔天就132 然後135 一點點一點點 每天的136.5 每天的137 139 141.5 143.5 每天漲一點點 昨天149 昨天到149 2439的美率 今天一個黑棒下來 先跌到140.5 投資今天跌到140.5 你要做一個小波段 還是要分段操作都可以 怎麼看 這個結構當然我看他是還沒結束 阿B某一個賣動結束 他拉回那也很漂亮 你看他細微的賣動 這小視線 小視線如果說他這個是一個段落的話 如果說他這是一個段落的話 看起來也有點像 12345 五裡面12345 OK 那這是一組賣動 沒關係你這個拉回 大概在哪個價區 你可以在家嗎 或是說你已經出廠空手的再重新買 都很清楚 投不著都很清楚 重點是他長線那個運行的方向 2439美率 對不對 這個結構就很清楚 投不著這是小時線 這個結構其實就清晰 那你說這個結構已經做頭開始走下來 當然可能線很低 可能線低 我說他有機會還是有一個小波段上來 還是有機會有一個小波段上來 這是2439的美率對不對 今天跌的比較深一點點 可是這跌的深一點點的話 其實又是有機會製造怎麼樣 另一個買點 又是有機會製造另一個買點 這是2439的美率 好 這也每天跟你談了 16號可以開始跟你談 6278的台表殼 我說他這個怎麼看都是一個中計型態 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42.3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他今天果然是過了 現在他42.75 6278的台表殼 今天果然在創波段高了 42.75 過了沒有 過了 42.75 之前這個高點在這個地方 42.3 今天過了沒有 過了 這個數字一樣是來的 42.75 有沒有過過了 過了 那過了 老師要過了過了 這個結構你要怎麼追 有沒有機會再推動一段 怎麼追 目前看來是這樣 都目前看來是這樣 1235 好那怎麼追 有些個股你現在不必說很刻意去追高 你可以等它拉回 你可以等它拉回 大部分近期的個股你追上去 常常都會是追到最高 所以壓回來 壓回來你這股票其實方向對不對 當然有些就錯了 就錯了嘛 對了股票他還可以看上去 可是你這個就痛苦 你等它拉回來再上去 可能要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你又如果做錯決策 又砍在低點 所以那個進場的timing很重要 那個進場那個timing很重要 6278台表科有沒有 我說這個就不會是高點 果然就今天就過了嘛 這就是中益形態 前天38 昨天漲停41.35 前天有42.75 42.75 6278台表科 6278台表科嘛 果然是過了嘛對不對 好那過了以後接下來你看能不能持續是重點喔 它的續航力怎麼樣 它的續航力怎麼樣 如果你看我跟你談的就是這些股票 因為我這邊談的是 它現象現在進行是 有很多股票 其實我有準備的一些股票 準備要待會員買 要待會員買 今天其實很多股票都拉回來 其實拉回來你要 其實我大概啊 目前我想要買的股票 大概就那十幾檔 其他股票說實在我也沒有興趣 營運動能你一定要好 要有轉強的 營運動能 那第二個它的線圖結構 它的大方向 它是慢慢再往上走的 那我等它的買點 而不是那種反彈的 不是那種反彈的 好 6245的立端 我說魔鬼藏在這個細節裡面 它有這一段出生段 我舉個例子啊 像那種結構 2316的男子電 這種就沒有那個出生段 有沒有這種就沒有那個出生段 你看喔 這邊有一次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急拉三根 一二三根 這裡啊 這裡急拉三根玩怎麼樣 你追出去嗎 老師拉回你要買嗎 不會拉回不能買 拉回破底啦 有沒有 拉回不能買 這個一套啊 這個一套在18塊19塊 到現在就算拉了兩根 還是沒辦法解套 拉兩根還是16塊 19塊你要套到13塊 這個很痛苦啊 有沒有 就是這個這種 這種啊 這種就突然這樣 平地醫生 這樣突然拉出去的 這種有沒有 轟 兩三根停住的 那種你特別小心 老師這個 很像啊 我說不像 不是不像是完全不一樣 是完全不一樣 它沒有那個出生段足底 我看長一點 你看這個喔 這2316的男子電 他這邊你看一直下來下來下來 突然呢 突然突然拉出去 那種突然拉出去 他們都沒有一個底部 慢慢足底他再往上拉 足底一個出生段 然後再往上沒有 他這邊一落 突然拉很快 這個就很明顯 這個就很明顯 就是那種拉高出貨 拉高出貨啊 你去追出去啊 追在19塊對不對 他下來破底13塊 好我舉個例子 你給比較清楚啦 因為前兩天跟你談的這個 我說細節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出生段在足底 有一個出生段在足底 才會有出現怎麼樣 12345 如果沒有 他一個反彈 那很有可能 就是一個A波反彈 然後再B波慢慢慢慢 下來破底 就這麼簡單 或是說一個AB 然後推一個C 我要結束 另外一段往下推動 再推動一段下來 再一段的下跌段 就是這種結構 那個突然拉出來 要不是A就C啦 那這個A的話 可能就一個A 然後B就慢慢慢慢下來 那如果那個C的話 是因為怎麼樣 他前面還沒走完 前面1 2 3 也許3 2 1 然後A B C 4對不對 還有個第五段破底下來 所以你要分清楚 那這個不一樣 等於這個東西 我說他這個 魔鬼藏在這個細節裡面 就是他有一個出生段 他有一個出生段 慢慢慢慢走 他是一個在主體的太多慢慢走 走完以後 他們拉回來 沒有 他一個橫台整理 很漂亮 一個橫台整理做一個2 然後就拉出去 那拉出去 那肯定就是一個3 一個小組生段 那那個3的話怎麼樣 他就會持續往上慢慢推 3 就會持續往上慢慢推 有沒有6245的力端 18就長到561 然後再573 今天有大概58塊 不多 而不多 6245的力端 可是你看 我說這一個重點在這一段 這一段出生段 完了以後你看他拉出去 拉出去你看 他這個都在3裡面 這個3裡面可能3自1 拉回來 那現在3自3這樣往上走 那個結構不會騙人 那個結構不會騙人 跟2316這個男子墊 這個結構是不一樣 不是我現在本來不是這一段 我講的是前面這一段 很標準的 拉高出後完 開始慢慢灌下來 灌到破底 可是你受不了了 你買來這邊這肯定受不了的 不要說這裡 這裡就受不了了 這裡就受不了 那結構差很多 那個結構是全然的不同 全然的不同 那那個就是那個賣動 每一組賣動你要交代清楚 你要交代清楚 這每一組每一組這個賣動 我說這個重點是在這一段 你要有這個出生段 總共你仔細去看很多個股 你要有那個出生段 走得就扎實 那那個出生段好不好做 不好做 要不要做 不要做 那個出生段你不要做 你不要去做 它會搞很久 要搞很久 你不要去做它沒關係 稍微買高一點點 買主生段的 它正在推了個股 那會比較順勢 總共那會比較順勢 那事實也還不錯 對不對 也還不錯 這是六而四五的利端 六而四五的利端 好 那之前跟你談 我說兩檔比較相對低的 TPK 這低的有稱 TPK 一樣 3673的TPK 當然這還是混在這個地方 還是混在這個地方 那也沒什麼輸贏 就在這個地方 我是看它整個 其實重的話風險性就不高 風險性不高 那如果說有更好的標的 當然我就會換 其實這個都還OK 那整個長線我是認為是還OK 因為我認為那個低點是有效的 這個低點是有效的 那它是一個AB 然後慢慢要走一個C上來 慢慢是要走一個C上來 這TPK 那凱聖 5264的凱聖也是 5264的凱聖 我說它這一段回出去 推出去的比較特殊 它現在一個 現在這個結構 大概這裡就差不多極限 它這附近這樣子整理 就差不多 4塊錢整理差不多 一個年齡很快整理 應該很快就應該再推才對 這是5264的凱聖 5264的凱聖 大概跟你談都是這些股票 當然有一些新的標的 明後天如果有機會再來佈局 明後天如果有機會再來佈局 好 這是5264的凱聖 那另外跟你談的環球金跟中美金 不是環球金 這次我是沒有買中美金 我說環球金跟合金 環球金跟合金 環球金之前我說 其實它這個結構都在我們掌握中 這邊12345大段 第五段下來從364下來走了五小段結束 第五小段裡面又出現12345 對不對 從這個地方往上走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這個點抓得真漂亮 200停 往上到400塊之後398 就這一段 那你這一段 我一直跟你講 你不要追出去有沒有 你等它拉回 等它拉回等它拉回 等它拉回等它拉回 等它等很久 等等等等 這個地方到了 其實是有機會 我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應該是怎麼樣 62442 這個地方 它這邊已經從398到238 這邊有個五小段了 有個五小段 這個出去過 不要追上去 它壓回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考慮 這個地方 我認為這個拉回應該都可以建立買單 都是買點 都是買點 這是環球金 6182合金 我就不再贅數也一樣 這邊有12 之前這個地方這個點買得很漂亮 那它三段出來 現在五段回來 12345段這個地方 第一個買點錯過沒關係 彈出去壓回來這個買 這裡買 這裡應該都會是買點 6281的合金 跟你談這些股票 還有其他股票 就陸續一檔一檔慢慢來佈局 時間不太夠了 就不談了 我說我們就很簡單 就很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投機取巧 各級會員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 有興趣的 恰爾先生助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公開運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公式張 材質100種 期待張開毛筆 免費英俄立法 台北29226422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抽窗進化波浪更勝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緊急線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我都在這裡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頭顧0227810909 2781090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將你幾個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航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嗨 大家好 我是汪子曼 即使高速公路應保持安全距離 在郭道上 小行車請將速度除以2 大行車請將速度減20 進入雪山隧道時 以前車保持兩個細行線 或是以前車保持兩個消防栓的距離 就是大約50公尺的距離 大行車則是以前方車輛 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離 才有足夠的時間來應變突發狀況 千萬不可以跟車太近喔 各位 大家節目想 好不好 齊全的部分 現在重點就追蹤這一段就好了 能不能持續往上推 或是要拉回來 就追蹤這一段 就追蹤這一段就好了 個股的部分 我說這個我們就是簡單明瞭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花眼巧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投機取巧 豬農會員 特別會員 普通會員 就是都只有三檔股票 雙股兩檔 單股一檔 就這麼簡單明瞭 你認同裡面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評自負 投資風險 現在 下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球窗進化波浪 更省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緊急線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好像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 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起貨 起貨是最佳地形工具 運達投顧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來自大陸 我喜歡分享的喜樂 我從印度尼斯亞 如果有時間長 我喜歡在台灣的經濟 我喜歡在台灣的經濟 我從印度尼斯亞 我喜歡在台灣 但它是最佳滴